在LGBT族群中 其中的T跨性别者 相较于同性恋与双性恋者来说 跨性别者所受到的误解 及异样眼光更多 而且在生活上处处充满了不方便 何难言之以 究竟跨性别者面临到的困难有哪些呢 我们不妨从多个面向来看看 跨性别在日常生活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 其实我们自己在做跨性别的服务过程中 我们发现大概八九成的跨性别朋友 在上厕所 在外面上厕所都有憋尿的经验 如果厕所去区分男女 他可能就会很困扰自己 走进哪一个厕所 不会造成别人的困扰 他不是自己不知道上什么厕所 而是他上厕所的时候 可能会有别人异样的眼光 甚至我们有听过 有人在上公共厕所的时候 被别人赶出厕所的过程 另外就是跨性别在职场上 也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很多跨性别朋友在就业的时候 很多的雇主会因为他的性别 而看不见他的专业 那很多跨性别朋友的专业能力都很好 但是他就因为他的性别 很多时候就会失去这个工作机会 那有些跨性别朋友是在职场上 他已经进到这个工作单位了 可是他在职场的过程中 才开始转换性别 也会造成在这个过程也许被解雇 或者是很多的差别 带于那个歧视的言语 可能就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产生 另外就是要花钱 你就必须要去找工作 但其实现在跨性别要找工作 如果他没有患症 那他的外貌又跟证件不符的时候 他其实很难找到工作 对刚刚有提到 在校园中也会有很多性别二分的这个制度 那像制服啊 厕所啊 宿舍啊 等等都会让跨性别朋友都有很多的困扰 跨性别者除了去承受身心里性别不同的困扰之外 身体上可能会因此产生症状 这方面就需要专业的咨询和辅导来协助 那像我遇到的一些跨性别者来谘商的 有一部分的跨性别者 他可能会服用一些荷尔蒙 或者是打一些激素等等的 让他自己的身体能够更符合自己内在的期待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 他会遇到很多的不舒服 包含他情绪上的不舒服 或者甚至是失眠啊 内分泌失调等等 这个部分我们就会提供他一些专门的智商 或者是咨询 如果真的有必要的话 我们也会建议他去服用一些其他的药物 去改善他身体上的状况 跟心理上面的情绪变化这样 除此之外啊 其他他们的困扰 其实跟我们其他异性恋 或者是一般人没什么两样 就是一些工作上的压力啊 感情上面的问题 或者是人际关系上面的问题这样 除了专业的咨询辅导外 跨性别者本人难免会出现彷徨孤单感 许多单位都有提供团体咨询的服务 让跨性别者们一起分享交流 甚至有群体学习来凝聚归属感 跨性别者会发现自己并不是少数的一群 整个台湾社会对于跨性别的资源是还太少了 所以其实像热线我们就是定期会举办跨性别的聚会 会提供一个安全出世的空间 可以让跨性别朋友在这个聚会中去 去认识跟自己一样的其他跨性别朋友 互相认识 然后交流资讯 交流资源 也有些人会交流 就是比如说家里自己的出柜经验 别人想要出柜就可以互相的参考 互相的讨论 我觉得这样子的聚会 其实就让很多的跨性别朋友 你可以看到他过去可能 从来没有这个资源的时候 他可能是很畏缩 或者是很没有自信 可是他在参加的过程中 会一次又一次的比过去更自在 更茁壮 另外就是我们也提供相关的讲座 那让跨性别朋友可以在这讲座中去获得更多的资讯 比如说我们提供过怎么化妆 谈健身的讲座 或者是谈嗓音训练的讲座 也提供另外一种讲座是给同志朋友 或者是社会大众更认识什么是跨性别 就像有点像是美剧里面那个街九星团 一个人坐一圈这样 这个团体其实一直都有各式各样的 不只包含同性恋或者是跨性别界 其实各式各样包含戒酒 创伤后症后群 或者是忧郁症团体 新手妈妈团体等等的 然后借由团体之上的过程中 去协助他解决这些困扰 那团体为什么会有效 其实会有几个因素在 第一个就是他会发现 他并不是少数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的人 他可以知道说 原来有其他人遇到跟他相同的问题 他其实心里面会产生一些支持 借由团体的分享 他也可以去行为的模仿或者是学习 他跟我一样遇到同样的问题 他是怎么解决的 也许我也可以用相同的解决方式 或者不一定是行为模仿 当然也会刺激他的一些想法 新的想法产生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被困在自己的想法里面 一旦有其他的外在刺激的时候 我们可以迸出新的解决方式 去因应去应对我们周遭的生活环境 当跨性别者确认了自己的生理 与心理性别并不一致时 最大的难关不外乎就是亲密的家人 该如何与他们沟通 让彼此破冰化解其见呢 我的伴侣是他 就是光他家人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观看 因为他们他的父母都是基督教的 所以他们前任也吵得很凶 最近相对还有一点点 就是家里有慢慢接受 可是他的母亲那部分还是在争吵中 对 所以就是每个人的遇到难关都不怕一样 其实对于跨性别者的家人而言 对于跨性别者的知识真的非常的稀少 不只是缺乏 而且甚至可能会有一些抗拒 或者是一些不了解 因为他的生活中 可能在跨性别者的资讯上面会相对少很多 基于这种不了解 其实家人也会产生出很多的焦虑跟压力战 比如说他可能会认为说 跨性别者可能就是会很容易跟毒品啊 艾滋病啊 或者是性病牵扯上关系 或者是说他会担心跨性别者 未来可能在生活的适应上面 求职上面 人性关系上面会有一些挫折 那当然家人也会自责说 是不是因为我自己哪里做不好 所以才教育出这样子的跨性别者 或者是说生出这样子跨性别者 这些其实都是基于 对于跨性别者的一些不了解所产生的 所以对家人的协助来说 我们会最先做的就是让家人去了解 跨性别者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样貌 跟这些偏见究竟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让他们能够比较放心的说 跨性别者其实跟一般的人 其实没什么两样 那再来才是去辅导他周遭的一些生活压力 或者是说他可能会遇到的一些 不管是朋友或者是亲戚的一些 异样的眼光 跨性别者的内心的煎熬 是旁人无法想象的 然而决定要去进行性别重制手术时 家人多半不能接受 并且产生抗拒的心态 并不能了解跨性别者的内心 已有多么的疲惫 我本来预定今年要去 可是去台国做 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才往后一点 因为其实我就是我国中确定之后 高中开始因为可以打工什么的 所以我就开始排了一个七年的计划 对就是短中长期要做哪些东西这样子 那这个过程中你的父母是这样的 我国中的时候有发现这件事情之后 我就有跟妈妈谈过这样 妈妈算是很开明的人 所以她就也没有说排斥说我做这件事情 不会像一般父母说很夸张说会吵架 或者说闹家庭大革命啊等等之类的 倒是没有那种问题产生 家属对于跨性别者要做这样子的性别重置手术的时候 有很多的担心跟疑虑 也会有很多的抗拒 可能不只是在那个手术会对跨性别者本身造成的不舒服 还有就是她要对她自己的身体 做出什么样的改变的时候 家人也比较不能够接受 针对这个部分我们对家人的一个想法 或者是对家人的一个咨询来说 就会跟她说 其实你想象一下你现在假设你现在是一个男生或者是女生 你想象一下你明天早上起来 你是一个女生的身体或者是男生的身体 那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让她去描述 可能女生变成男生她会觉得有点恶心 她不敢看或者是怎么样的 我们就会请她去设想说 你关在一个这样子的身体里面好几十年 甚至一二十年的时间 那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借由这样子的方式让她去体会说 跨性别者她对于她自己身体的不满意 无论是一般人或是跨性别者 或多或少对自己的身体或外貌 有些许的不满意 而跨性别者则因为身份的关系 通常会比较没有自信 我相对一般人来说 就是一样都是男跨女来说 相对遇到的坎比较少 这个我觉得我算比较庆幸的 但是当然其实最大的坎都是自己 就是一般人会开始去变装或什么的 怕外界去看你的想法这样 其实最大问题是自己 如果自己的那个坎过了 或者说自己已经看开了 就影响没有到很大 其实很多人是想要隐瞒的 会像我们这种出来讲的人是很少的人 对可能出来讲的其实是很少的 大部分就是想说要变性之后就是以女生身份讲 他也不想要把这些黑历史弹出吧 如果他是男跨女就把他当女生看就好 其实不用说把他当作异类等等的 就是把他当作一个女生相处 那女跨男就把他当男生相处就好了 就是你如果有确定或是有变性的这些倾向 我是觉得就是对自己有自信一点点 因为通常很多人就是没有自信 像我自己我也很没有自信 如果跟我很熟的人都会知道 所以就是自己有自信一点点 然后放胆去做 对 社会渐去多元化发展 越来越多人对于跨性别者 不再抱持着刻板印象 渐渐以尊重理解来对待 无论你对于自我的性别是否还在摸索中 相信只要跨出心中的那一步 不再顾及旁人眼光 就可以活出自己的人生 展现自我价值 梅智综合报导